美国华尔街日报读者图书 请不要抛弃阿富汗的翻译 6月19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图书中 有三封式有关阿富汗翻译 三位读者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抛弃 成为美国人卖个命的阿富汗翻译 因为那些翻译者可能会像被用过的卫生纸那样被美国丢弃 投书的标题是 如果美国抛弃阿富汗翻译 那就太可耻了 第四封投书来自加州的读者 为什么拜登政府要抛弃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曾真正帮助过美国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 阿富汗的翻译人员和其他曾帮助过美国人的人 现在正处于危险中 美军一走 他们就很可能会塔利班追杀 第二封信 来自北卡罗莱纳州 拜登总统 请不要拖延 请立刻派全C17运输机 把阿富汗翻译接到美国 我独居 我家有三个客房 我可以招待四个人 我会很荣幸的招待他们 第三封信来自亚利桑那州 抛弃那些城帮助我们的翻译 不仅是悲剧 而且也不道德 如果下次美国又去别的国家干预 所以有些那些国家的人 看到我们曾抛弃过阿富汗盟友 他们之中还会有多少人会帮我们